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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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水佬騙你十年百年 我這個重金重銀術即時見效 不信你看 兩位, 可不可以給我一個銅錢呢 好 睜大眼睛看著 兩位, 你們可以拔開來看看 真是多了個銅錢 這位公子 你剛才不是要回家拿多點金來種嗎 那就是要在日落之前回來啦 如果日落之後沒有洋氣 沒洋氣就是沒有財氣 沒有財氣呢 八十九 還不去?去吧 我們不要收拾了 我們也不要收拾了 我們回去拿些金來做 來吧 去吧 不要這麼快搬起來 現在成功了一半 還有一半就看他們 拿不拿金來 還說沒收了師幾錢 原來金也收了這麼多 媽媽再說了, 種了金出來 你想要多少也有 又好又快要跟你算賬 爹, 爹, 媽, 這麼急趕去哪兒 趕著去種金 種金, 顧著被人騙 你媽媽怎麼會 又我在這裡怎麼會 別妨礙了, 再晚一點 不止沒得被人騙 連金也沒得種了 種死, 人家正在來, 快躲起來 老公, 我們帶了金來的 好, 你們想種多少金 就賣多少下去了 老婆, 快來幫忙 好, 好, 好 越埋得多就越種得多 好... 道長, 我們去埋, 好 你們倆跪下誠心討告 好, 讓我替你作法吧 你們倆一定要心無雜念 目不示物 不然就破法了 你們倆, 由一數起來 想要幾多金就數到幾庭吧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 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 三百零一、三百零二、三百零三、三百零四、三百零五 數到口水都乾了, 老婆, 夠了吧 錢怎麼會說夠的 我數到哪裡了 我剛才只顧著說都不記得了 道長, 你知道嗎 道長... 老婆, 你看, 沒人的 是呀, 沒人的 老婆, 怎麼會種了饅頭出來 是呀, 下跡金了, 下跡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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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金咬, 我不吃也飽了 是呀, 下跡金了 如果我爹知道有個這麼會賺錢的兒子 他也很開心 是他呀 不是他 走 你看 是他的樣子, 進去 走 少爺... 又是你, 我給我一點金 你是不是要打 我把他交給他 走 爹爹還不走 走 你先起來 少爺, 起來, 走 少爺, 出去 你真的打上來 是呀, 有人找少爺和周真人富氣 那就在茶樓打起來了 在茶樓打? 那我茶樓還有症嗎 老爺, 如果你不快去看 怕連少爺也沒症 我去呀 現在你打穩十二分之間的人 看你這家舖頭 要不然呢 扣我的薪金 這樣就扣你的薪金 你想撞死他, 落骨頭嗎 還要你這兒幹什麼 快找到你了 別動了, 別動了 老爺, 是他們 是他們打少爺 你看, 別動了 別動了, 別動了 別動了 你們也算兇了 打傷我 兒子 還要打破我茶樓的東西 賠償 賠什麼 應該是你賠給我們 就這樣就賠一百兩黃金 一百兩 你別去搶, 十兩賠一百兩 不賠就打得賠 打死也不賠 你們... 別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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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曹操的夜虎 很值錢的 那你賠不賠 不賠 不賠, 打破他 別扔了, 別扔了 別扔了, 別扔了 很容易打破他 還給我 還給我 賠不賠 還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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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爹 沒有了 破產 這次破產 這次破產 爹 你別想太多了 好, 休息一下 我還在想 想不見你七百幾兩 我不死也慾情死了 老爺, 其實你應該歡喜就真的 我損失這麼多銀兩 還要歡喜 你不是趁我病, 要我命嗎 老爺 能夠讓少爺開一聲說話 就算損失再慘重 也是值得 阿桂, 你記住 以後多說話 要不然我花這麼多銀兩 不夠本 長叔, 你快點請大夫回來看看爹 是 爹 爹 爹 不要請大夫 我這個病, 休息一下就好了 不用請大夫 爹, 病怎麼會休息幾天就會好呢 如果你說要我請大夫 照舊藥方收拾我吃 是 還是看大夫好一點的 不要了, 損失了這麼多銀兩 要看大夫也要付錢 我不病死, 我也慾情死了 長叔, 你聽爹說去撿藥 二老爺 大哥, 你怎麼樣 看來你還挺精神的 你當然想我死了 我還有辦法這條老命 別這麼說, 大哥 我來看你 關心你 你關心家產就是真的 真是難為你, 大哥 你年紀這麼大, 身體這麼多病 還要替我管你家產 夠了... 我知道了, 你來七沒好事 當然要分家產 好啊, 你明白就好 不用我費這麼多銀舌 我告訴你, 爹臨死的時候 那些家產交由我保管 他說永遠不能夠分的 除非特別事 大哥, 你現在病得五顏六色 喝了三長兩轉冬瓜豆腐 我那一份就把你的瓦子押了 二叔 二叔 你也知道說爹病 那你還說這種話 我沒聽錯嘛 你又啞的會開聲 你...你等爹多休息 病康復才說分家的事 他不好又怎麼樣 今天無論如何都要說好他了 我現在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告訴你 家產就不會分了 你...好 你...你不分了吧 好啊, 我告訴你 你記住 你們年本帶來一定要給我 好, 你走...我永遠不想見你 爹...你...你休息一下 不是, 你只會氣死自己 少爺 你不是去收藥嗎 收藥了 這麼快? 我在門口碰到周真人 包藥是他給我的 好啊 原...原來是你 包藥給你 怎麼不要 我不想我爹這麼早死 你傻子 這包藥是專醫你爹的一種烤喘藥特效藥 我查完十幾本天下奇書 才找到這條獨特藥方 這條不是那種烏功加迫苦那種藥 不管你甚麼藥 總之我不要 你還嫌害我爹害得不夠嗎 說話要說清楚 我甚麼時候害過你爹 不...不是你 我爹的那間賊樓 怎麼會被人打破了 現在那碗譜也沒有了 還要賠一百兩黃金給人 我爹現在就...擊到半條人命了 你似乎數漏了一件事 你害我爹這麼多 我數漏了一件有甚麼奇怪 你數漏了你自己 騙人中金你沒份嗎 那些人是找我負氣嗎 沒有找你負氣嗎 打破茶樓, 管補損失 賠償一百兩 擊到你爹半條人命 你每樣都有份 不是你想辦法, 我怎麼會這麼騙人 是啊, 當然是我想的 我有用刀指著你背部嗎 你自己自願跟我合作而已 如果你...你沒有來我家 我家裡沒有那麼多事情發生的 所以你富貴人家真是沒有良心 沒有我, 你還是雅仔, 你會說話嗎 做人要感恩徒報, 喝水思源 總之我不想再見到你 我...我見你一次我就再說一次 好, 你不想見到我 我豈不是最多上山神廟 都抱著菩薩喝水飽 這位大嬸, 你想問你丈夫的安危嗎 是啊, 他在山東做生意 他半年都陰信全無 不知道有甚麼事發生 這樣啊, 我替你請仙童出來指點一下你麻津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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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仙童怎麼說 仙童說你帳戶不出三個月 就會平安歸了 真的? 仙童不會說謊, 成為一兩銀 謝謝 謝謝 真的要三個月回來? 到時候如果不是 你來拆我的招牌 到時候你找到我就難了 終於讓我找到你了 山神廟, 土地廟, 城王廟, 關帝廟 甚麼廟我都找過 原來你在這裡 你找我幹甚麼? 我只會招搖撞騙騙神騙鬼 不適合你的 就算不適合 我們都可以一起去祭五藏廟 不必了, 吃完了 有甚麼安歐肚肚堂 你把我的招牌給我 說我害你的 我有事想你幫忙 你似乎不是請我吃飯 你是叫我來看著你 吃飯和你數飯碗 吃飽一點, 說話大聲一點 那你不用吃飽了 我對姨仔很靈 你也知道我爹生病了 知道, 你說我害他的 我那天說話大聲一點 還有語氣比較重一點 甚麼點? 簡直很大聲, 語氣很重 我爹現在只是睡在床上吐 不肯看大夫 對, 成吉 幸好睡床不用錢 要不然他一定睡在地上 說真的, 他的病不能再吐了 我不是大夫 你跟我說幹甚麼 不過爹很相信你說的話 他認為房子裡有妖器 還說請你回去作法驅邪 那你可以跟他說 你說我騙神騙鬼 我騙他就行了 我說過很多次了 可是爹也不相信我 難怪你找我, 原來你是為父所迫的 一半是被迫 一半是我自願 我想你幫我爹說清楚 說甚麼妖怪, 甚麼法術 全部都是假的 是你自己作出來的 叫你說這間茶樓 飯菜有毒, 行不行 當然不行 這麼說, 以後還有生意做的 我答案一樣 那你想甚麼條件 這不是條件的問題 是我以後的生活問題 我已經說了出來 我以後怎麼賺錢 我可以給你一筆錢做女費 對了, 你就可以去別的地方騙人 只要爹的病康復 用多少錢都沒問題 好 這麼快你就要錢了 尚金鮮惠 做事上來搭外留神 這裡就是萬佛廟了, 跟我來 又是你?難道又在這裡擺檔? 告訴你 我爹想幫萬佛廟的羅漢打金身 真的? 他就是蝕英蝕元萊的公子了 既然我這麼善心 菩薩一定保佑他添福添仇的 最重要的是 保佑我爹的病快點痊癒 一定會, 一定會的 菩薩怎麼保佑我? 你說怎麼樣就怎麼樣 爹 進來吧 爹, 吃粥 給我散開槍 金焗還關槍? 如果你看冬 我再拿幾張被子給你掩 不用拿被子, 這裡焗得我出汗了 那你還關槍? 關槍就保住財氣嘛 爹鬼, 不用關了 這張桌子就放在財氣的位置 摺了財氣 如果你關了一槍, 會破風水的嘛 真人, 自從你叫我搬過桌子的櫃 我的病康復了很多 是嗎?是呀 那就好了, 恭喜你 其實關甚麼風水的事 你康復全靠看大夫而已 亂說吧, 全靠風水而已 不是吃龍肉也沒那麼快好, 傻子 碗粥涼了 如果你不吃, 我拿出去煮熱它 不要煮了... 煮油猜柴火了, 貨我財 是呀 爹, 萬佛廟那裡的羅漢金身打好了 他們說明天可以開光 這麼快去打好? 那明天你跟爹去看看吧 爹, 你剛剛病好, 不要到處去吧 我就是因為病好, 我要去還神 順便看看金身打得怎麼樣, 知道嗎 早知道你走得氣羅氣喘這麼辛苦 不如叫頂橋抬你來吧 現在這時候省得很省 要不然我怎麼省得回打金身羅漢仗的錢 是呀 好聲 涉元凱善公子, 這麼晚才來 開光儀式發事已經剛剛做完了 做完了, 那你馬上帶我去看看 你現在打好了那個金身羅漢仗 好呀 是呀 好聲 就是這個佛像的金身嗎 是呀, 我做了萬佛廟這麼多年 都沒見過一個像雪原海這麼寬闊的 善長人翁 我沒見過 老夫一生的人都是做最大的善事 對了, 一共花多少錢 遲些我的同事不可以收的 那到底多少錢呢 是呀 三十兩 三八兩 我知道了 一定是一共花三兩的 不是呀, 雪原海 是三千兩 三千... 老爺, 爹, 爹 爹 你說過老夫被我婆婆採知 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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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爹, 爹 爹�, 爹 爹 你爹不死也死了 哭也哭不回來 你哭也哭不回了 哲愛不去, 別這麼傷心 每個人都是你 你快點走 是你害死我爹的 你還怕我回來幹甚麼 你又在那裡賴 我也死過爹 你現在的心情我很明白 你幹甚麼用 我跟你回來 就是想看看有甚麼可以幫你 這樣吧 現在最重要的就是想想以後怎麼辦 我都沒有主意了 等二叔來才算 二叔... 二叔... 二叔, 爹過了 我早就聽到這個消息了 現在特地來看看是不是真的 爹 阿桂, 你打算怎麼樣 跟爹辦身後事 我沒想過, 我也沒試過 按照我估計 你爹生前就這麼省劍 過世之後 也不想我們跟他這麼鋪張 那倒不是 由於生前太限了 現在死了就要用舊本 多事 這是我們的家事 不用你的外人理 阿長, 拿筆墨來 阿桂, 給我簽了它 甚麼事 這張就叫分家書 裡面就寫明 我的家產應該歸還給我 不錯, 二叔在這個傷心的時刻 就不想提分家的事了 可是呢 二叔最近急於等錢花 而且這筆錢 本來應該屬於我的嘛 我簽, 我現在甚麼都簽了 看清楚才好簽 在這裡... 簽了它 在這裡... 阿桂, 關於你爹的身後事 你就不用擔心了 有二叔來打點了 就這樣吧 你前幾天簽了那張紙 我總是覺得有點不妥 我...我現在覺得 全身不妥就是真的 當然了, 幾天吃就不能吃 睡就不能睡 再這樣下去, 你病也像 你別想太多了 點心水, 打你一盆生氣吧 那邊過一點 上面那邊倒下來了, 放下去吧 對了, 放下一點 對了... 為甚麼我家會變成這樣 我想他們弄錯了 大嬸, 你們在我家門口幹甚麼 甚麼你家, 你白狀利潤吉 甚麼雲吉 甚麼雲吉, 這裡明明是我家 你當然是蝕人貴, 蝕公子 對了, 你也認識我 那就是說, 我是住在這裡的 以前就是, 現在就不是了 以前跟現在有甚麼分別 以前就是蝕家莊, 但現在是兒紅院 為甚麼 蝕老爺在這裡賣給我 二叔他怎麼可以 胡亂賣了這間屋子呢 錢呢, 我就給蝕老爺了 其他的東西我不管那麼多了 那現在怎麼樣 找你二叔來吧 兩位, 空多來坐, 都是自己的家 站住 二叔, 為甚麼你賣了我的房子 那是甚麼意思 沒甚麼意思 我看你一個人住這麼多地方 浪費他, 那就賣了他 你應該跟我商量一下吧 你不是這麼沒記性嘛 你那天已經簽了那個同意書給我了 那張是...分家書而已 裡面就寫了明白 所有的產業歸我管理的了 那我賣屋子要怎麼跟你商量 那...那茶樓和館譜呢 全部歸我所有了 那天我都叫他看清楚才簽的了 看清楚有甚麼用 我都吃不完張子的字 阿貴, 你也不用了 應該自立一下吧 不要只坐著等人養 別說二叔無情無義 這頓任你吃飽不收錢 但是吃完這頓呢 以後吃粥吃飯看你自己了 吃得先算吧 我就算以後吃了 我也不會求你的 那有這樣的志氣就更好了 剛才怎麼不吃回去那頓呢 我也想了 不過我看見那個壞人的樣子 我吃也吃不下了 還有他騙我, 簽個章, 婚家書 吞了我的家產 如果我還受他施捨 我還是人來的嗎 這麼有骨, 你可不可以當飯吃嗎 你肚不肚餓 肚餓吧 肚餓吧, 跟我合作有飯吃的, 走吧 好, 別喝了, 喝點給我吧 好, 你真是甚麼都不會做 只是會吃的 連水也喝了我 是啊, 我只會吃 你又不想想 誰害我今天害我 你現在發囂禮嗎 你這麼說是發囂禮嗎 不是你, 我想被人追被人打 要怎麼摸你來捱餓我 發囂禮, 那你只是說我害你了 信不說, 你想想你自己會做甚麼 跟你合作親 每次都被你解僱我 教你你又不會做 我不知道是甚麼壞運帶著你 是啊, 我是沒用 那你還不走? 我走了豈不是餓死你 我餓死也不用管你 我真的要走了 走吧, 別在這裡煩我 幸好我周青不是這麼沒良心 看著我和你爹是冤緣 你爹死了, 你又無親無故 我很應該照顧你的 你還沒意思提我爹 如果不是你騙神騙鬼 我爹就不會死了 不是不會死, 是不會這麼早死 你別這麼衝動 我承認, 看我有錯, 我有錯 但我已經盡了我本分了 我夠義氣, 我可以丟下你 你走, 你要知道我沒有 我現在還在照顧你喜居飲食, 是不是 算了, 算了, 我們以前的恩恩怨怨一筆歐少 從今天開始, 我們再同腦同步好不好 好 不過放心吧, 天無著人之路 你倆說這麼好就回來找我 上次你說請我們吃一頓 那天我們沒吃就走了 今天可不可以吃上次那頓 上次你們走的時候不是說過 沒得吃都不回來求我嗎 上次我們沒試過兩天沒有吃飯 好, 唱 好 給我隨便拿點飯送給他們 是 別吃了... 上次我請你們吃飯 你們不是很有骨氣的說不吃嗎 你想怎麼快點說 我請人吃飯就請一次了 這次你們付錢才能吃 有...有錢我用不著來這裡 是呀, 二叔 不如讓我們吃完這頓 其他事慢慢吃 沒錢都行, 聲明在先 你們吃完這頓飯 要幫我做點功夫就行了 坐了, 屁股也痛了 來, 幫忙幫忙 還有沒有多一點, 洗腳也洗不完 外面都不知道多好生意 還有大把你們洗 我以為投靠了你的臉 誰知道一樣意思是做死 你不是比我還好 我比你還好 起碼你餐餐有兩碗飯下肚 你也有了 我吃兩碗哪夠 好像吃蝦狗一樣 你以後就習慣餐餐吃蝦狗 那就不會熬我了 你幹甚麼 沒理由 好好的洗筋碗 你也沒理由丟下這碗了 以我周青這麼有頭腦這麼有巧 怎麼會甘心情願和你二叔來熬 那不是怎樣 怎樣 我回萬分店擺攤了 我寧願受廟足的氣 比受你二叔的氣 你也不熟, 我也不熟 那不是, 你留回去好一點 起碼餐餐去蝦狗吃 你也不熟了 你想留下我, 自己走出去 我周青不是這樣的人 說明大家要做患難兄弟 你留在這兒安定點 我不想你跟我出去熬 蝦狗 三隻, 平時四隻 最近蝦貴, 弄一隻 乾炒牛河 我叫肝炒牛河 怎麼沒有河粉只剩下牛肉 最近那些河粉貴嘛 就煮多點牛肉, 補回了 我來 二叔 我請你來做事 不要叫你來偷吃 看著你了 吃不飽, 怎麼做呢 我只包你兩頓 我只包你吃飽的 當初你是來這裡勾二叔留你的 並不是二叔在你留下 不是看著你死鬼爹的份上 我死也不管你 我不做了 在你這裡做事, 只有一個做字 都沒餐吃得飽的 你明知道我大吃嘛 我不信我有手有腳 去其他地方找不到工作 好, 太好了 好啊, 你走啊, 你不要回來 你三娘又回來求我, 懶可憐的 我發誓 如果我再回來這裡 我的名字都尊死了 好, 太好了 走 你來找我幹甚麼 找你關照 我也想找人關照 我從今早擺檔到現在都沒做過事 你怎麼走出來 我不回去了 二叔常常黑暴我的 去吧 幫我看看獎子 你以前也不相信的 經過那麼多失意的事 不信命, 還信甚麼 我自己來菩薩過綱 如果我懂得看, 早就跟自己看看吧 你想問人家的迷信嗎 來, 問問菩薩吧 要不是我胡哩胡桃 胡亂說 幫我羅漢打金辛 爹就不會氣死了 不是的, 真是我的事 要不是想哄我妙祝給我們擺檔 我不會叫你爹跟羅漢打金辛 我害死你爹 不關你的事 每天都是我自己沒用 我一出生就咬了 又不懂得說話 只要爹養我 我也沒為過一個錢養爹 還沒用 我六歲那年是死了娘 爹是擔判的, 還說要我賺錢養他 誰知我一個錢也找不到 總之餓死我爹 我不但沒用 還蠢過那隻豬 又大吃 又不懂得賺錢 我會賺錢又怎麼樣 我賺那麼多就花那麼多 自己又不懂得欺負 沒錢又亂了 我們聽人死了也沒人可憐 我想我們差不多了 我們既然這麼沒用 又沒出沒辜 又沒金沒銀 那我們還留在世間上幹甚麼呢 莫妖多唏噓 情於世中不堅不必醉 緣分似冰塌仍未憂慮 莫愁莫非心莫碎 救方知己去 恨誰問那歡笑怎何醉 誰令我深信來日相在 都不可不可不得掉 無緣分估塌